引導我們去實行出來 那無行無矣,正與願 你沒有行出來,你怎麼樣印證 證就是能夠證的 這個證還有另外,後面可能會跟大家講 願,前面這個立行則願寮的一寮 可以叫做寮宴,寮宴就能夠證願 然後證得我們就是說 將我們陛下這個願能夠完美地把它實現出來 所以叫做證願 所以老師告訴我們這個行 最重要貴在於實行 剛才講一步一腳印 所以從信願行三之良當中 就能夠成就一個我們找到我們自己本來面目 成就我們的自信 所以在信第一個開吟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要願 那願當中要透過行才能夠去領 才能證得我們所下的立下的這個願 能夠完全把它實現出來 這個就是老師講的 信願行三之良 或許就可以提出來跟大家來講 那什麼叫做實力 實叫做天使 命就是天命 所以天受實則命 命力則死成 實 台灣的叫做賽 所以我們一個國家有一個大賽 代表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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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代表我們的國家去這裡 做一些事情 辦理一些事情 那麼我們今天心裡 你退去一旁辦的工作 所以我們叫做天使 這叫做天使 天使 天使 這個天使是從哪裡來 從命 天命給我的 給我們的 上天給我們這個命 所以今天我們要感謝天使的 感謝錢人 父錢人 這兩次的慈悲 給我們有這個機會 在聖誕人才 在聖誕人才 能夠在道中吹人道物 能夠幫辦等等方面 所以那個命 是天的 所以天受實者 天受實者的命 所以叫做天命 命你如何辦法把它立足 建立起來 剛才講能夠把它實現出來 那你所交代天上天 交代我們這一個實 責任 那我們就能夠完成 就能夠完成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使命 就是講的剛才我們 父錢人跟我們 慈悲指示的 就是我們的責任要去做 責任沒有做 所以老師告訴我們 責任的責有沒有 又走邊一個人 又邊一個責 人有責任 如果人責任不完成 那就是債 債務的債 所以人 我們就是要去完成 我們的責任使命 那這邊或許也引用一句話來講 人因不知天命 而不知知本性 所以造罪 所以人 就是不知道天命 那天命是什麼 天命之畏性 中庸所講的 上天附帶我 每一個人都有什麼 都有一個自性 所以我剛才講 都有一個本性自性 但是你不知道天命 你也不知 你當然就會不知道自性 可是這個自性是人人所有 可是人人而所不知 所以今天我們受說明是一次 哦 原來我都是從上天而來的 上天老母附在我身上都有一個本性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根源 一個源頭 我們源頭從哪裡來 我們要怎麼樣回到我們的源頭 所以既然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就會把我們所應該做的版本職責 就是怎麼樣把它展現出來 可是眾生一類不知道這個天命 好 那當然有形的天命 也就是說天命的運轉 目前是我們講的 落在我們三佛應運嘛 我們老祖師弥樂 激公佛婆 以及魏魏胡哨 一個長道啊 一個長肥 我們老祖師長天吧 那這樣如果人一類不知道啊 所以沒有基因來求到道 那沒有基因求到道 當然他就不知道自性 人生當中有一個自性啊 所以既然沒有自性的時候 他不能去回的 所以當然他身心不得自在啊 所以產生很多煩惱啊 動下的因 必須去承受的果 所以所沒有辦法從自性裡面流落出來 所以無形中啊 所謂的幾經動念也好 或者外在的言行舉動行著作物啊 都不合邏輯 不合真理啊 所以才照下的所有一些罪惡 那另外一句呢 對 對不起好像斷掉了 等一下其實沒有 沒有斷 沒有 請進去 反正 我的斷掉 沒有沒有 我的打不開 簡報嗎 簡報拿不開 可以按下 可以按下頁看看 就是看下頁 就是不會啊 不會啊 我看一下 轉換一下啊 好 沒看到我的話說 影片現在看到的就是只有那個而已嗎 反正我們這邊是可以看得到 您這邊的簡報 可是我現在不會動 電腦 是畫面看不到嗎 我畫面看不到 那你們可以 沒看到畫面就對了 沒有看到 我好像我的 滑鼠不會動 那你是不是用一下 您的那個 電腦的鍵盤上下鍵 就好了 對 你不要動那個滑鼠 用鍵盤上下鍵 試試看 是不是滑鼠沒有電 等一下 你先按下 上下鍵 你看到會不會動 這個好像 設定那個 設定那個 鍵盤設定死的 還是 我們這邊幫您播那個簡報 出來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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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各位線上的 人仔 對不起 雖然不是LKK 但是還是 頭腦笨笨 因為電腦也是白癡 那第二個部分 是人因為不知道使命 不知道修道 所以墮落 所以今天我們生的人才 我們大概都知道我們的使命 但是知而能醒 你知道了要能夠去實現出來 所以知道而能夠生氣來 才是真正的知道使命 如果知道了使命而不去把它行出來 那成爐是不知道一樣 那眾生也是一樣 他因為不知道使命 他今天來到人間的責任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有一個源頭是什麼 所以他知道 他既然不知道他怎麼修道 他不會修道 他只是可以講 如果佛家來講 他如果是斷滅跟禪滅裡面 斷滅禪滅惡見當中 他認為人來了死後又是人 或者人死掉了 那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他不知道 所以人都有他的使命 那這個使命 如果以後天來講 是做人的本分 你今天欠人家的 剛才講欠人家的怎麼樣 你才要講完人家 那今天我們使命是不一樣 我們身為一個人道的弟子 我們身為一個人才 我們使命就是剛才講 要協助我們三樓辦理 所說嚴大事的這一個重要的一個要員 所以我們知道使命 那知道使命 所以我們要趕快修道 相對的 你如果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麼 如同我們道中前前講的 得到一擴守 再也不回頭 那你只有求道到你不知道 所以你沒有辦法修道 或者業力現前 業力欠償太多了 所以沒辦法修道 所以最後你還是雖然名是一職 但是你最後還是多入使 這個就是 願力跟責任 它對我們一個人才裡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我們怎麼樣來 入使人才的願力與使命 或許也報告 願力跟使命是一個怎麼回事的 但是怎樣落實這兩個字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落在那個落實這兩個字 那或許也舉出幾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 當務之急 渡人成全 剛才或許也報告到 我們是一個道中 一個貫道裡面 我們是一個推展道路的工作者 我們是一個扮演 能夠協助我們典人士 協助團主的 這一個重要的人員 那也是協助我們 剛才講三佛辦理 說言大事的 這一個神聖的使命 我們是要幫我們老祖父 完成彌勒成大道 我們一活獨佛 我們所有的眾佛在湧出的 我們這一些彌勒的 所以奴隶祖師剛才講 他是要普渡三朝 九肉圓人途徑 所以當務之急啊 很重要的 入衛人才你要記住 就是渡人成全 這兩方面 你要把渡人當作是我一個什麼 一個良心的事業 把成全當作是我一輩子的福 所以我們講的 為什麼這個人 渡人會渡那麼多 因為他輕說 所以或許也常常跟這一道 聽講 怎麼渡人 很簡單 你要渡人 你渡人 你渡人 你會渡人 你會渡過很多因緣 才會渡人 我們都會自己說 韓族不同 我不會渡人 如果我渡人 如果我渡人 會渡人 我渡人 我渡人 會渡人 其實 當然 我們的外國的書 書局 或是前線 會渡我們很多 都 都 但是 我們要是敢講 但是這個敢講當中 不是亂講 應該說 我會 內心的誠心表現出來 從那個原本來的心 真誠懇的氣度化一個人 那可能會被有所感動 所以 當務之急 我們要完成 幫助我們三婆能夠 這個收言大事 我們很重要的 都是要渡人 那渡人要去成全 成全之後要去渡人 這是一個 這是環環相闊的道理 所以渡人成全是非常重要 我們絕對不能有 所以 這一些兄弟姐妹 都承認 在六道人為當中 跟我們以前是一樣 這一些人 就是要靠我們 這一些 除了彈組之外 我們人才也有人才的因緣 這些因緣 我們要去把握 所以老師跟我們告訴我們 要隨身因緣 把握 當下 每一個人所接觸的因緣都有 你如果錯過了 那你要再渡過這個人 可能因為 這一個人因緣只有跟你 也沒有跟人其他人 那如果他失掉的時候 這個罪過要怪誰 當然要怪我們 所以我們身為一個人才 我們耽誤自己 就要學渡我們三婆 一定要渡人成全 所以你渡人 要敢開口 那成全呢 為什麼成全這麼多 因為他能夠力行去做 他一直做 一直做 做就讓人家 能夠感受得對 他覺得 這個人 他怎麼會這樣 所以 道人成全是 我們目前 我們身為白用英文裡面 這是最重要的工作 到底沒有 比如我們一個道長 來講 他要給他個人的請求 你沒有道人 沒有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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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道人 沒有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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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道人 就是要讓他 進我們的軍門 裡面 讓我們的流用和藏 跟我們結識的人 他知道 這三種好來 四種好歸 禮拜中間 進到我們道場裡面 我們做三個人人才的 要求機會 借機會 怎麼樣去成全他 怎麼樣去成全 讓他知道 宜貫道的輸勝是什麼 他的尊貴是什麼 他跟其他的宗教 為什麼不一樣 平時一直點 為什麼是歷代主事所傳的 我今天落入在宜貫道裡面 這個音點讓他都懂 他知道了解 你要去成全他 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 他都會從後緣出去 其實民進來 他不會從後緣出去 他會留在我們道場裡面 他會跟我們當為人才 來到一支牌子 參辦這個道物 能夠打翻出道 所以老師告訴我們 我們要報答天恩最好的方法 就是祭祀救人 祭祀救人 那就是渡人 那要報答師恩最好的方法 是什麼 就是要便宜下一代 所以今天我們身為人才 是不是跟我們的父親人 這些點傳師的 領令 助理 這些壇主一直成全我們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理解 哦這個道這麼好 我要怎麼做 人生一生當中 最有意義 最有價值的 就是在於修道半道 不要有物 有服務 求道道 無份 有源求道道 無份 來修半道 那是非常可惜 所以一定要便宜下一代 這個就是成全 你要讓他理解 讓他怎麼做 在道中佛道裡面 你都怎麼做 這個後面後續 為他談到 所以當我自己 我們這個度人成天 這是我們不可否認的 就是要幫助我們三朝能夠 幫助我們三佛能夠辦理 所言大事 這個就是人人有責 剛才談到的三角形裡面 有三個 這個也不是對難事的事情而有 這個也不是為了談主的問題 也不是主要人才 但是我身為一個人才 我必須進 我應該做的 大家要講 非常有的事情 但是現在最快的問題 就是要做人生存 有人 那做人才能一直生存 那眾生大家可以慢慢了解 他理解之後 那無形中 我們大家兄弟姐妹 能夠心連心 肩比肩 大家能夠手攜手 能夠回到我們老兒子上 這樣能夠幫助我們三佛 能夠九六七祝 這個原因 所以度人成天非常重要 那第二點 你在度人成天當中 要有高度的愛憲不憲 要有無盡的關懷 所以這個愛心 你看愛心裡面 那個心在裡面 在哪裡 在這種裡面 就剛才 那個愛心裡面 那個心就是我們的本心 那要提升我們這個要有高度 那什麼高度呢 要怎麼做法呢 達到這個愛心呢 後學的看法做 因為你要有 你才會讓人家有所感受 那個愛的心 有沒有中間那個心 能夠展現出來 也就是把那個心拿出來 它變成瘦 你產生那個愛心 佛教佛講 這個天安師團主怎麼樣照顧啊 怎麼樣從前 我用這種方式的從前 我另外 我所所熟悉的這一些 我們所謂的眾生 或者我們所謂的這一些情人的好用 那你要表現出來 讓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因為有愛才有能夠感受 所以因為有受 才能夠有所感動 第一個感受啦 因為有愛才有感受 因為有感受 才能夠有所感動 所以你做出來啦 讓動之以心啦 動之以恍 讓他能夠感受到 哦原來你對我是這樣 就像後學那 後學這邊有一個點段式 他對於講道啦 口才比較不太好 但是他怎麼成天到先知道 他三不五時啊 有時尊沒有時尊啦 他就在他 他就在他走一走 那你做生理還是什麼 他就在看一看 那人家剛才沒用到三天 他沒用到三天 他沒用到的時候 他就走了 每一次他都是 三五天啊 一個禮拜啊 他就去那邊看一看 所以有一次後學遇到的那一個道親啊 他就講 他說我點完師什麼的 他口才不好 但是齁 他一直在關心我們 來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做生意啊 或我們家裡什麼事情啊 他就一直關來 這個叫無盡的關懷 無止盡的去關懷 我們這一些跟我不相關的人 所以高度的愛心 無盡的這一種關懷 在佛教裡面所講叫做 同體大悲 無言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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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體大悲 我們儒家裡講的 從老爺叫做人啊 所以愛是人愛 人 就是要激利利人 激搭搭的 我自己做好 我要讓你怎麼做 我要怎麼去帶動 帶動從內心去感化所有 所以你有感受了 就能夠感動 動了 動了 心有觸動之後 他會化出行為 化出行為 所以第一個他就會 所以因為有感動 所以才有感恩 所以他會感恩這些前輩 今天這麼的無為不自得在照顧我 說到一句話 我會聽到 一般我的親人 就對我對我這麼好 有時候這個德親 前輩這個德親對我這麼好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道中常常有講一句話 我們德親的鋼情姓貴良的鋼情 這個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你要讓他能夠有所感動之後 他會感謝天恩師德 會感恩出來 不只感恩前輩這麼的成全我 還要感謝所有一切 所以我們在 在獻祖祖父 獻祖父 獻祖父 所以明明上帝再來叫做 天地君親屬 天下這五個恩 我們要去感 所以感恩之後 因為有感恩 才有感悟 悟就是體悟的悟 你感恩之後 你感動出來 化出行動 化出行動 那個心也跟你一樣 也是 前面講的 高度的愛心 它馬上就展現出來 也是一樣 跟我們一樣展現出來 那感現出來之後 所以第一個會產生感恩 再來 家教會 從感恩當中 他會去體悟人生 那體悟人生之後 他會對於 就開始慢慢走上 這修行的這一條路 就如種我們今天 身為人才一樣 你就永遠不變了 怎麼樣來 療悟我們的願意跟實力 所以這個高度愛心 無盡的關懷 在你層前當中 一定要保持這一步 不當三五十步 三十五十步 那這樣就不行 關心 所以我們講說 送佛不是要送到西天嗎 不能說送到余半 這個要有高度的愛心 不然沒有辦法 要有無盡的關懷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引入佛堂熟悉操辦 這些道經我必須去承選 度人承選 度人承選之後 譬如說剛前開始這些道經 求道道之後 他沒有 譬如說事業上的關係也好 家庭上的關係也好 沒有關係 就是慢慢我鬧 他沒有辦法來佛堂 那我們就去佛 去他的家裡 或者他去公廠 或者是 反正走出去的 去承選他 當他承選道一段的時候 剛才就有所感動 對不對 他有所感動 他知道我們的愛心 然後就是慢慢的引導 讓他也是要進入佛堂 所以佛堂是非常好 殊勝的一個因緣的場所 就剛才講 是眾生的避風鋼 是黑暗的明燈 是幸運的燈塔 他是我們改良的場所 是一個真理的吸收的一個場所 這個在我們佛堂裡面有十大 十大的殊勝 我們都可以知道 所以讓他一道佛堂 佛堂的那個場所的 我們講的那個道器 那個磁場 和一般的不一樣 讓他能夠慢慢的 接近佛堂 那接近佛堂之後是做什麼 還要參加職駕 所以參加職駕之後 然後對佛會說要參加的佛規禮節是什麼 我們一定他一定要懂 所以開始在首輩禮節 初一十五五的禮節 半道的禮節等等方面 再來協辦我們一個法會 法會的這個種種方面的禮節方面 就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操詞的 是要有他的方式 所以要進到佛堂的種種方面 都要讓他慢慢慢慢 一為生二為熟 三為拱瓜又爛熟 讓他熟悉我們的操辦 偷使半道 讓他慢慢的去接受清楚 那當然就是有引入佛堂之物 我們身為人才我們懂 懂了之後 我們要便宜下一代對不對 這一些新的刀金進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找機會 這個人才我們要適才適用 這個人才是什麼 可以站在角色的 這個舞台上就是可以讓他講的角色 那現在大家可以當一個什麼角色的 是處理事情的 各方面的文書的 或者廚房的等等方面 就是讓他懂 所以在超時半道當中 讓他慢慢的熟練 一塊千、兩塊色三邊倒邊別人 一定要引得到佛堂 因為佛堂也多也要做 是能夠改變我們自己 能夠修持我們自己 我們講的時候 能夠內聖外王 這個修持當中 引入佛堂是重要的 慢慢讓他進入狀況 這是第三點 引入佛堂 熟悉操辦 第四個 要捨得捨得不捨不得 你進入佛堂當中 當然無形中 你在操辦 熟悉種種法會裡面 你都必須付出很多時間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譬如說 我兩個法會 或怎麼樣 拿開班 或者我時間 初一十五現象裡面 你都要付出時間 那付出時間 有一天說 有一天說 要讓這一個新道者 包括我們一個修持者 都一樣 今天你教育 你便宜著下一代的人 你是個人才 那你也一樣 你看啊 我所付出 這個也比別人多 但是呢 你付出 你捨去的 你就是得到 所以捨的就是得 得得捨得 但是你不捨 絕對不得 沒有捨去的 絕對不會辦法得到 我們常常講的 像我今天我會布施 我布施 從前面布施 其實後面你會跑進來 就像我們在 在 用那個 古景的 古建的水一樣 那水這樣 你如果沒有用的時候 你就會一樣 你如果一直跟他 問一下那個古 他的水也是一樣 那水更加清 更加滴 所以要去捨 要吸 所以身為人才重點 你怎麼樣落實 你要真的捨得 犧牲奉獻 這是修道的最終 給根本的基礎理念 沒有犧牲獲獻 沒有付出 哪一哪你能夠得到 所以記得 有請你說 犧牲享受 你在人間不犧牲享受的 你最後你回到 這個身體沒有啦 你絕對不能夠享受犧牲 所以我們能夠犧牲 我們享受 所有一切 最後 當我們這一口氣不再 我們會享受 我們得到的 享受犧牲 得到的 所以 捨得 捨得 大捨大捨 小捨小捨 你不捨去 所以人生最快樂就是 能夠捨幾位 為人 今天身為人才 我們要捨掉自己 我剛才講到 時間之外 那種種的一切 那你為了什麼 是為了別人 當你捨己為人做得好 你是人生最快樂 所以 服務啊 是最快樂的根本 所以我們一定要捨得 尤其道中 很多的這個方面 我們不是財師 法師 無畏師 所以老師跟我們講 三思併神 功德無恙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再來能夠講到 就講到 所以道長點 都讓我們做的 因為每年一個人 不是人沒找到嗎 就算是不必的 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 轉中 所以 後學有一個看法 你能夠展現 你當然我們講 如果時間失眠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時間失眠 能夠展現你的能力 你所擁有的專長 道中所缺的這個專長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辦法這樣 捨出去 那無形中這個 這個團隊來講 整個道場就很圓滿 所以要記得 要能夠 真的能夠捨去你 你捨去捨要 你捨去捨要 不是沒有 中追會得到 但是如果以修辭來講 要捨去你的脾氣毛病 你才會得到我們的自信的光明 這個也是另外一節 也不在於今天 所以今天我們收為修道路來講 我們的願力跟使命 我一定要真的能夠 發心心感完整 付出一切 如果為了什麼 無所為而為啊 不是為了什麼 所以真的捨得是這樣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